回到台湾来看到 这十天之内狂扫了 飙了45倍的就是他的球员卡 因为在台南市有一个大学生 他就之前收藏了 有四张林书豪的球卡 本来一张只有200块钱 现在的成交价飙到了9000块 林书豪和旋风也让这些收藏者 搭上了顺风车 这张他现在价值大概有8、9千块 那已经超越了COPY 拿出正常的林书豪球卡 曾同学非常骄傲 因为十天来价格连标好几十倍 十天前大概是在200多块台币 那在他打了一两场之后 大概有涨到30 一两场之后大概有30块美金 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他赢了COBY 赢了胡仁得了38分之后 他最高有涨到300块美金 这张林书豪签名球卡 十天前不过200元 但联赢七场球之后 网络标价超过9000元 狂标45倍 曾同学连卖出两张荷包满满 还为了庆祝林书豪赢球 连带游戏场的代币也五折大放送 而打起练书链球场的代币 那就是为什么要特加 因为庆祝林书豪连胜 然后是台湾 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不是台湾直光 可是至少他是我心目中的那一道光 不用管他那是吗 所以就是特加这些代币 直到尼克队输了为止 不过林书豪连赢七场 网友已经开始猜测 到底什么时候会终止连胜 我觉得他下一场对上马赤 是一场应战 关键就看那一场 如果他那一场过得了 那应该所向披靡 林书豪在球场上屡创奇迹 连带球卡价格狂飙 有先进知名的收藏家 搭顺风车发小财 当然也盼望林书豪继续赢下去 林书豪继续赢吧 这一期术是高梦柔 SNG小组谈的报道